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TC指数跌得更重 OTC指数跌掉了2.54% 今天撒盘最重的是哪两大产业 一个叫生计 一个叫太阳 生计跟太阳能是短线人气最旺的两个族群 但今天出现了重挫的结构 说明一件事情 说明市场力在撤退 市场性的买盘在撤退 市场力撤退才会造成生计股跟太阳能的下沙 我有跟各位谈过 说太阳能的股价位阶太高 你用短线的角度去应对就可以 那今天太阳能的这个下沙动作 那么已经说明了 目前看起来市场力不再是悄悄板 之前是部分的资金 从生计抽移然后回到太阳能 造成太阳能后面短线的急拉 但是呢 现在这一批资金也跟着撤退了 而生计股的部分 我有跟各位分享过 我说除了最强的生计指标还在 还会强势之外 所有补涨的生计股全面要拉回 没错 没错我们回过来看这件事情 今天的生计股 我们就看两支股标 那一支叫浩鼎很强很强 最高冲到752块 然后收盘是695 还是很强 因为他跌幅只有2.2% 浩鼎很强是因为有人在里面 有人在照顾 1147的中域今天也很强 盘中一度攻到了303块 创下他历史高价 然后急杀 急杀下一周还会被推回去 因为有人照顾 所以他今天跌幅只有2.4% 虽然盘中一度急跌 但是除了浩鼎跟这个中域之外 其他的补涨型的生计股全面中错 没错吧 你买的不是浩鼎 不是这个中域 如果你买的是补涨型的股票 很多投资朋友是这样 看到生计股在涨 结果浩鼎不敢买 最强的指标不敢买 中域不敢买 跑去买那个补涨的股票 买补涨股票会产生什么现象呢 就开始中错了 我有跟你谈到了 我说未来生计股的走势 最强的有人照顾的 还不错 没人照顾的会跌很惨 没错 前天永日涨停板 昨天永日跌停 今天再跌停 前天涨停板 昨天开第一走低打跌停 今天再跌停 如果你因为补涨的形态 跑去买永日 那对不起 两根跌停板 两根跌停板 打下来 那另外呢 像昨天1789的神龙很强 1789的神龙很强 看起来好像要再往上冲高了 这在技术面的片线 今天是开盘就往跌停打 收盘是跌停板 收盘是跌停板 这一类股票还算强势 因为它涨了一段 有一些弱势的股票在低一点的 不仅没有什么股长 反而跟着大盘 这个跟着生技股一起拉回 有啊 我不再列举各 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 你看那个左灯 我们再看一档左灯 190跟左灯 左灯是先拉的股票 后面被什么 被浩鼎跟中玉带上去 先拉在高档形成盘旋结构 昨天看起来要转强了 今天盘都打了跌停板 再创它的一个短线低点 所以它就印证了一件事情 杨老师跟各位讲的 如果大盘的结构 是一个弱势的表现的话 生技股除了最强的那两支指标之外 其他补涨型的大概就是短线行景 可是很多投资朋友不相信 你今天或者已经相信了 那未来该怎么办 今天的一个部分 我们先谈一下大盘的结构 大盘出现了所谓的空方的一个优势 因为今天的低点叫8229 这个8229它跌破了这个低点 11月30号的低点 11月30号的低点在8239 带各位看一下 11月30号的低点在8239 今天已经打到8229 跌破了这个11月30号的低点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低点向后退 低点向后退代表的是空方的主控 也就是说大盘的结构 就如同我跟各位分享 在这边盘太久 盘了一个月之后 忠实户不耐 就杀了下来 所以今天出现了恐慌性的卖压 恐慌性卖压出来 大概融事会减吧 我的想法应该融事也会减 因为生技股很多都重挫下来 不过今天的重挫 对于未来该怎么来分享 台股在今天的重挫 它造成了跌破了11月30号的低点 8239 可是呢 还有一线生机 哪一线生机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下一阶段回来的时候 我会把未来看清楚 我会把未来分析清楚 你该怎么办 我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来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第9933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说台股还有一些生机 在哪里 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 我们从技术面来看 它跌破了11月30号的8239 可它没有跌破 11月16号的8217 所以当然很快的 今天收盘829 明天再跌个12点就跌破 换句话说 如果明天台股要反攻的话 那8217点没跌破之前 是非常重要 如果跌破就要低点向后退 这个地方要回到8000点 我再强调一次 8217一旦跌破 这一段的修正是8000点 是下探8000点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多头指标 你猜猜看在哪里呢 其实就在台积电身上 台积电点也是下跌的 但台积电的K线形态 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守在月线跟季线之上 两线翻多 所以呢 量在跌下来的时候量缩的 如果明天台积电勾不上去 我们守住了8217点 台股还有机会 再回它一次季线 这是大盘的结构 可能这样走 但是呢 如果台积电明天是弱势的 甚至跌破了月线 台股回8000点的机会 就非常大 我为什么这样跟各位来分享 我告诉你 外资在最近的走势 都是卖方的 都是卖超 卖超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FED的月中要升息 所以外资有一部分的资金 它会移回到美元资产 所以呢 它会做卖出的动作 所以外资最近一定在卖方 全职股龙头股会短线上面 会比较弱 包括金融 你已经看到金融很弱 不用讨论了 金融股从来就不会是我 跟各位分享的一些观念 金融股很弱 第二个部分 除了月中的FED升息之外 第二个部分 外资要放年假 它的Christmas 聖诞节 跟年 这个过年都来了 所以到八月中旬之后 它的动作会减少 好 这会造成短线上面 外资会在那卖方 可是很多人会担心一个问题 那FED升息 是不是全球股市灾难的开始 不是 不是 股市会有灾难 来自于不确定因素 跟非预期性的因素 所谓非预期性的因素 就是 你可能没有预测到 它突然出来了 像欧债的一个问题 像金融 2009年金融风暴的一个问题 但是FED的升息 不就喊了快一整年了吗 我们从年初喊到快年尾了 所以呢 FED的升息 它是一个已知的变数 这个变数 只要它升息的那一刹那起来 除非它的幅度很大 如果它升息是半码 或者一码 一码之内 我认为台股 这个国际股市交利空出境 好不好 这是对大方向的一个看法 那问题的重心 台股在短线上面走弱了 那怎么办呢 给各位几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 减码 先维持部分的现金部位 减码 譬如说 我待会给你们谈 我认为该减码的部分 我今天卖掉了 环保老将 叫做国头 那我为什么卖它呢 因为它跌破了 我的撤退点 叫月线 跌破月线 我们就撤退了 可是同样 具有环保题材的 跌幅更深的 叫环保小尖兵 阿三思怡的日游 我日游 今天也跌破月线 日游 我没卖 原因在哪里 长线股跟短线股的一个 这个操作它是不同的 短线只要破了支撑点 我会站在卖方先把资金收回来 长线股是拉回早买点 也就是说 如果我看的部分 我对日游跟国统的一个看法 国统是短线 而日游是长线 我带各位看周线 短线上面是很弱 刚从高档杀下来 第一根长黑棒 所以很多人会停损 但是你注意一件事情 我带你看周线就好了 你从周线的角度来看 这个位置 打下来这个位置 第一根长红棒的高点叫120 第一根长红棒它的启动点叫120 换句话说 就整个架构来看 它回到什么 回到第一根长红棒的位置 它其实是买点 以后再跟各位分享这些 技术面的层面的关系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 我说 我也收回了一部分资金 我国统是没有赚钱的 我是赔钱的 我撤退了 我为什么撤退 是因为它跌破了短线的撤退点 第二部分 这叫降低持股比例 那降低持股比例 那个资金要干嘛 资金是要来买股票的 我待会带你来看 然后呢 哪些股票你必须要卖 第一个 生计的人气已经退了 生计的人气退了 所以生计股里面 纯粹是因为落后补涨上去的股票 你要卖 要站在卖方 第二部分 太阳能如果有反弹 请你全面站在卖方 请你全面站在卖方 太阳能大概大行情是没有的 好 除了这个之外 第二个 那抽回来资金要怎么做 产业面去看 我看好三大产业 这三大产业到目前为止 我都没有改变过 第一个PA嘛 功率放大器 这一次的功率放大器 结合了光通讯 或者是这个汽车相关的 它就是我们切入的方向 所以我们先切入谁 先切入红结科跟全新 第二个部分 叫做台积供应链 所以呢 这个志向宏大的鸿素 跟中国王朝的这个汉唐 那即使今天汉唐杀下来 我也没卖 我也没卖 我当我是赚钱的 我还没卖 好 台积供应链 仍然是我未来看好的方向 第三个叫汽车电子 汽车电子三年长多 没有改变过我的看法 同志 爱人同志 又上去了 又上去 今天大半大跌 你就会发现到 很多股票在短期上面是强的 包括什么 包括了红结科虽然上下来 但是下影线带回去 92块是非常重要的 把它守住就没问题 再来就是什么 245的全新 是不是今天大涨了2.3% 算大涨 因为今天大半是中错的 所以你回过台看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在大盘下跌的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该怎么去操作 你自然就不会什么 乱了方寸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 跟各位来分享 也就是 大盘明天是一个关键 观察 它的8217点有没有跌破 第二部分 如果要反扑的话 看台积电 有没有往上走 第三个部分 现在有一部分资金收回来之后 你要去布局的方向叫PA 功率放大器 然后呢 包括了这个汽车零组件 汽车电子 以及所谓的台积供应链 当然更重要的关键点是 如果你找不到方向 第三个最重要 欢迎各位准时收看杨老师的节目 我们谢谢观看 明天同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